汉末三国生不逢时的七大悲壮英豪 董卓第一军神徐荣 他便水破曹操 梁东败孙坚 若非布下曹洪蛇马救主 祖帽焕赤泽引开追兵 两位三国赫赫英豪 恐怕会身孕当场 可惜新风之战早早退场 未能在群雄争霸中大放一餐 不血战沙场 少有败尽 却落魄之辞 宪政客敌高顺 统帅精锐现阵营 讯息斩乱郝蒙反叛 与张辽共破刘备下侯敦 吕布遭遇偷袭 第一反应都是逃往高顺军营 可惜吕布虽之其忠而不忧 最后随吕布一同赴死 没能在汉末争霸中 斩露头角 命功之忠而不忧 顺一无憾于命功 某国监军举授 其战略阳光不亚于巡运 诸葛亮 鲁肃等战略大师 可惜吕献良策而不被采纳 致使袁绍连遭惨态 官度被扑 等使之北归 曹操不得以杀之 其一身才华 未能对以施展 令人惋惜 致使雕王 何被哀怡